哈喽大家好,我是维哥,最近发现这个后翼确实很强啊 然后这边打的是铁岩虎,我看这个杨玉环好像是选错了 他可能是想选那个裴琴虎选的杨玉环 然后还用杨玉环打野啊 然后这一开始就比较尴尬,然后那个百里玄册也不打野 他直接是说,一开始是说他想打散路嘛 然后我这边就直接选后翼打下路 这边打了一开始的时候,这边我这边是这个打塔,没有设置那个打塔键啊 然后一开始就被那个塔给射死了,也是比较尴尬 后面我又开始射了那个打塔键啊,补刀啊什么的 这边碰到一个李白,把我放那个凯吉沙了 然后现在就是不停的扫射他 刚才那个二技能应该要放远一点啊 这个李白就不会那么惨了,跑掉了 然后这边一个放一个大鸟,直接把那个 好像不是被大鸟射死的,应该是被我那个小剑给射死的 然后这边对方的诸葛亮来追我,赶紧跑赶紧跑 还好他那个技能没有,没有技能在标了我 要不然我这边肯定要死了 刚才是他提前换大招是吧 要是他慢一点换大招,在等我这个时候换大招我肯定必死无疑 现在感觉这个后翼的二技能好像换为比较广了 距离比较有,估计如果说以后再这么强势的话可能要消的话可能就会把他的二技能给消了 消的话感觉后翼可能就不是很强势了,这边又差点被这个 那个诸葛亮一个大招带走,还好,银杖,找了银杖贴脸啊 贴脸带一下,要不然我这边就死了 然后我这个橱桩,那个默论的橱桩啊,就是攻速鞋啊,还有什么的 电刀啊,银冷啊,这些加攻速的全部给他出上去啊 然后吸血之楞,无尽战楞 最后一个什么破甲啊什么的 基本就是这一套啊 反正这后一越大,越打到后期,那个射速越来越快啊,那个打起来真的是刷刷刷刷刷刷的啊 虽然说他的那个伤害有的时候没有暴击,暴击的那个孙三强快 暴击伤害高啊,但是他速度快啊 所以这就是非常6 然后这边这今天打起来还打着一个金牌下路啊,我们来看一下新的 这边这边又是那个 李白,李白一下子跑到我后面了是吧 然后一个大鸟挥过去,啪打死了啊 这次是真的是被我的大招给射死了啊,这里白也是够倒霉的 这局一开始本来没有抱多大希望啊,应该看到杨玉环打野,没想到杨玉环打野还这么6啊 再加上对方,对方感觉对面好像比较弱啊 随便怎么随便打两下一下子就被我们打这么长,我们会看那个李元环两格的血啊 直接被我一剑就给射死了啊,我还没射两下就射一下就死了 那何况其他像那个 陈小金也都扛不住我那个 狂射,到后期这个后翼的射速太快了,而且箭又多 刷刷刷刷刷刷的啊 后翼打那个武军对决啊什么都感觉都比较给力啊现在 现在那个统计数据好像都是射手里面啊,射手排行版射那个后翼胜率也比较高 大家可以推荐大家可以去试一下这个后翼啊,金牌下路啊 可以拿到一次金牌下路 这以前最多拿一个是银牌下路啊,现在拿到金牌也是不容易啊,金牌也是打得比较好啊 那好吧,本期就到这里,谢谢大家订阅,按赞去观众每个视频的公众的话,我语格结束,我们下次再见 谢谢大家